大家好,我是雅瑟 今天又到了我们中华文化故事的时间了 有些故事很短 但是有些时候呢 某些故事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能启迪我们的智慧 然而呢 有些故事会开阔我们一些思绪 好了 我们赶快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推理与判断 有一天 靖文公的厨师 为靖文公做烤肉吃 厨师把肉烤好了 端到餐桌上 却被靖文公 发现上面有一根头发 靖文公便把厨师叫来 骂他说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烤肉上面怎么会有个头发呢 厨师立刻跪下地上说 我犯了三条死罪 第一我用磨刀石把菜刀磨得像宝剑那样锐利 竟没想到菜刀切的肉 却切不断头发 第二把肉片穿到竹签子上 看着签子贯穿了肉片 却没看到头发 第三 在炉子里生火 炭火烧得很红 烤熟了肉 却没有把头发烧掉 我想一定是厨房附近有震恨我的人 想要陷害我吧 靖文公便叫来在厨房周围做杂役的人 一一查问 果然查出是一个做杂役的工人 故意把头发放在烤肉上 想陷害厨师 便把他捉起来问罪 新潮的工程 厨房周围 令计创 让发行空前 大适